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就是民主黨籍的華盛頓市長包澤 竟然間作出了一個決定 說要動員國民警衛軍 去死守華盛頓市中心和國會一帶的地方 這個決定充分地反映出 民主黨是非常心虛的 總之就是要無所不用其極地確保得到 國會聯席會議 能夠順利地按照佩洛西和麥康奈爾等人 所制定的議事情序 來進行 務求使拜登能夠被認證當選總統為止 第二宗消息就是 特朗普總統在今天較早 出席喬治亞州造勢活動的時候 就公開地提到 希望彭斯副總統 能夠為美國人挺身而出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講講 到底華盛頓市目前的情況 是怎樣的 這個民主黨籍的市長包澤 就發表了一份聲明 說國土安全和應急管理處 以及華盛頓警察局 將會從今天開始 和市緊急行動中心合作 為著1月6日 所出現的抗議活動做好準備 包澤就說 他要求所有居住在華盛頓的人 在星期二和星期三 要遠離市中心 千萬不要和尋求對峙的 示威者接觸 這些就是典型 將示威者妖魔化的手段 香港人都似曾相識 往往有些不知什麼人 呼籲叫你不要去哪一個地方 因為那一個地方有示威活動 恐慌會傷及民眾 諸如此類 民眾是很清楚發生什麼事 這些示威活動 無非是針對政權 這個包澤市長又提醒公眾 和前往參加遊行的人 華盛頓特區的法律 禁止了 在抗議示威活動的1000英尺範圍 裏帶槍支 同時根據聯邦的法律 在美國國會大樓 自由廣場 和國家廣場等的地方 攜帶槍支是屬於違法 除此之外 包澤市長也指示了市政人員 在幾個主要集會的地點 樹立禁止持槍的告示 他這一連串的言論和行為 無非是針對那些比較激進的保守派團體 比如說全美國最大的民兵團 又或者另一個 親特朗普的團體叫做驕傲男孩 他就是要針對這一班人 因為這一班人 他們比較喜歡攜帶槍支 當然攜帶槍支 可能他純粹是擺出來 做個姿態 未必一定要用 只不過 這位包澤市長的決定 已經反映得到 民主黨人普遍真是擔心 民兵團和部分 激進的親特朗普團體 他們真是會借著這一場 的遊行 發難 到時 恐慌 一發不可收拾 就會搗亂了 民主黨人 的部署 所以 就要三番四次說這些事 實情 為何這班人 都要用盡所有的辦法 以策萬全 確保得到國會聯席會議 是順利進行 因為他們就已經是數舊票 是可以確認得到 在國會 無論是參議院 還是眾議院 自己有 已經是佔了多數 不單止是民主黨人 而且還有一班共和黨人 倒過來頭 計算數 參眾兩院 都已經是遠遠超過半數 當然他們就是要開會 一旦開得成的時候 就能夠用國會聯席會議的程序 來確認得到拜登當選的所謂合法性 所以他們一定要開會為止 其實這種情況 香港人都似曾相識 數舊票就過 可悲的就是 香港的議會 現在就已經不用選了 就算是之前 都叫做代表性是有限 一半直選 一半功能界別 問題就是美國已經是全面直選了 照計那些代議士 就應該是能夠如實地反映得到民意 試想一下 七千幾百萬人投票了給特朗普 為什麼 你那個參議院裡頭 只有十幾人是應投 會挑戰這個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根本上就是不成比例 但是反而在眾議院的反應 就異常地熱烈 眾議員就能夠反映得到真實的民意 參議員就不行 這個是不是深層政府在背後作誰的結果呢 大家如果是擁有一筆資源的時候 如果你是要收買一些人 當然就是要收買一些關鍵的人才是 眾議院本身民主黨自己有就已經過了半數 任你這班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怎樣來大喊實也好 都是叫不回頭 所以這班人的 被收買的價值肯定是會低一點 反而共和黨籍的參議員就是過半數 他們的被收買的價值肯定是會高一點 會不會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導致到 為什麼共和黨籍的參眾兩院的議員 在反映民意的程度上 有這麼大的落差呢 眾議員大部分都是能夠如實反映的 有那一句就說了一句 地方的民眾是憤怒的 他們就告訴中央 這個真的不行 但是沒有理由 參議員是收不到民眾的聲音的 民眾按照著特朗普總統的呼籲 向所屬的參議員和眾議員反映意見 參議員為什麼會聽不到這個聲音呢 還是他們故意塞住自己的耳朵去聽 我似乎就覺得是後者居多 背後是不是他們 有很重大的利益牽制 所以搞到他們不敢作聲 就算有些參議員 他明知道這次的選舉 是出現了問題的 他都說明了 比如說Tom Cotton 但是他都說 不同意挑戰這個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這個是充分地展示出他的邏輯矛盾 但是他照樣說出口 他明知道有問題也不挑戰 為什麼呢 是不是背後有些利益在作稅呢 我很大懷疑 至於另一件事就是 在這個遊行前夕 驕傲男孩的領導人 忽然之間 在華盛頓特區被捕 這些又是似曾相識的行為 在遊行前夕先抓一些重要的人物 為什麼這個驕傲男孩的領導人 會被捕呢 原來就說 在上個月的抗議活動當中 某家教會所懸掛的Black Lives Matter的旗幟 就被驕傲男孩的成員 偷走了 並且焚毀 於是就以這個借口來 拘捕了他 實際你早不拘捕前不拘捕 為什麼這個時間你才去拘捕呢 是不是呢 你如果要拘捕他 你早應該拘捕他 為什麼要選擇遊行前夕來拘捕呢 是不是要打擊 特朗普陣營的士氣呢 是不是要打擊 保守派團體的士氣呢 你專門做這些小動作就是很難受 別人去遊行而已 是不是 又不是去搞什麼 你已經把別人拉人封艇了 就送了他去這個華盛頓的機場 是想遣送他離開 根據保守派的媒體所說 實情這些根本上就是無所謂 為什麼呢 你有張良界人有過牆梯的 你這樣去拘捕人 你以為別人猜不到 別人就說明 他們所有的組織成員 將會是隱身地地 參與1月6日的抗議活動 就是說別人早就已經化整為零了 而且這只是說 驕傲男孩的組織 至於民兵團方面又怎樣呢 他們沒有作出高調的表態 但是我相信他們又不會缺席這一次的抗議活動 只不過呢 我猜就不想打草驚蛇 因為一喊號召的時候 你這班傢伙當然是在盯著別人的領導人 去抓人 所以別人就不出聲了 化整為零 你看看那個車隊 現在開附進去華盛頓特區 是延綿幾十公里的車龍 而且是在說 今天的事 今天還在說美國的時間 是比香港萬十幾個小時 去到1月6日的時候 究竟會有多少人 我就不知道怎麼估計了 反正肯定就是會非常壯觀 正如特朗普總統所說 將會是歷史中重要的一頁 所以你現在華盛頓特區那些警察 去抓人封艇 把驕傲男孩的領導人抓了 怎麼辦呢 那些民眾照樣是參加的 你抓了他 可能有百多萬人 你是不是全部抓了他 你有沒有那麼多警力呢 多什麼 人參加就能夠參加 他就表達民意 你害怕什麼 是不是 如果你的議會完全 都已經反映不了真實民意的時候 那些場外的民眾就顯得很重要了 因為你的議會失行了 你的議會選了的議員出來 根本上那些參議員都反映不了 民意的 是不是要搞到 變成場外的示威 如果你那些參議員 是反映得到民意的 有鬼人會跑去華盛頓 那裏 賭心賭命嗎 是不是 你想想為什麼那些人會跑去示威 你那個議會根本上是離開大譜的 那些參議員 你說做什麼 只有十幾個出來說夠膽挑戰這個選舉人團 眾議員就不用說了 眾議員他很大聲 但是他那個大聲是廢的 他不夠過半數 你參議院是過半數的 你都不出聲 一群死狗 等派彩 都離開大譜 最後就要說一下特朗普總統 他在今天較早時間出席了喬治亞州的造勢活動 他就說了以下這番的話 我希望彭斯副總統會為美國人挺身而出 我希望偉大的彭斯副總統是一位好人 當然 如果他是不願意挺身而出的話 我也是不會很欣賞他的 特朗普總統說了這番說話 很明顯他就是把希望寄託在彭斯身上 但是從他這番說話也反映得出 其實他也是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得到 彭斯的終極的取態究竟會是怎樣 否則的話 如果他是信心滿滿 就不需要說這番說話 當然有些人就會說 他這些是出口術的 就是讓別人降低防備 我看就未必了 來到最後這一刻 到底彭斯的取態是怎樣 其實都是沒人知道的 如果他們一早真的談好的時候 早幾天也不會傳出一個消息 就說彭斯有可能會辭職 當然啦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去到最後 彭斯他是不是真的作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而是會履行得到良知和公義的原則 那就真是明天自有分曉了 不過老實說 你說講到虔誠的教徒 實請林鄭周氏都會去聖堂 她都是一名天主教徒 所以你說彭斯他是不是一個 真正虔誠的教徒 其實就不在於他口頭上作出了多少承諾 而是在於究竟他實際的行為是怎樣做的 最後再說一件事 就是在星期一的時候 有八十多位共和黨籍眾議員 簽了一份聯署聲明 他們宣稱 說會持槍出席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 當然他們持槍 就不代表一定會拿槍出來射 只不過就叫做 一個擺姿態 既然場內又有力量 場外又有民眾的力量 再加上上帝的力量 希望彭斯真的會做一齣好戲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